-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志玉,歡迎大家跟我一起catch大前朝,我們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第二要介紹是我們的財經專家謝晨諺,晨諺你好,志玉好,大家好,還有我們的汪傑銘傑銘哥,大家好,請到的是我們的張忠威,真衛姐你好,志玉好,大家好,還有我們的軍事專家吳明傑銘傑銘傑哥你好,志玉好,大家好,待會要加入我們的還有 還有聶建宗老師,那麼首先我們要趕緊帶您來看看,我們過去談了很久的烏克蘭的春季大返宮,現在看起來是不是已經聞到了一點味道了,因為我們看到從空拍畫面大家發掘,還有一些情報資訊發掘,烏克蘭軍在蒂涅伯河東岸開始慢慢建立據點,而且這個據點不單單是看到,好像軍隊來了,然後一些重裝武器來了,甚至連補給線, 都建立起來了,那這個地方呢,其實它的地點上非常微妙,因為他們說如果在這個地方開始展開大返宮的話,那你看得出來,很可能呢,是要把烏冬跟克里米亞半島當中,本來俄軍已經打通了這整個管道這樣的一個聯通的通道嘛,現在好像要從中把它攔腰折斷了喔,那現在呢,這個春季大返宮現在看起來是不是已經開始醞釀 有哪些最新的情資呢,趕快來請教明杰哥 對,這個所謂烏克蘭的春季大返宮,那其實先前烏克蘭的副國王部長 一位女性的副國王部長就特別強調說,大家不要以為說這個返宮是在特定的時間點,或特定的地點 好像聚集整個大兵力,然後一次一口氣進行返宮 是,他說其實這一個,他們也不便公開說什麼時候會返宮 那包含像烏冬至少絕對不會,只有在巴赫姆特,還會分四條路線進行反攻 那其他地方還有包含像札波羅勒啊,那甚至目標當然是建制克里米亞半島 所以等於美國的這個美聯社,那他就引述說在ISW戰爭研究所的情資講到說 最近有畫面拍到說,在這地內薄河這個地方,特別是有一個畫面是拍到說 烏克蘭似乎用特戰的這一個小艇,然後渡過地內薄河 然後等於說在他這一個地面薄河,東岸已經建立一個小型的據點 那在這裡等於說已經在為接下來可能比較大規模兵力來渡河預作準備 那這個地方當然這個據點如果再往南突穿的話 基本上就是可以斬斷,等於說俄羅斯先前在東南面建立的這一個路上走廊 那這等於也是為下一步可能在克里米亞半島進一步的反攻做預作準備 烏克蘭是不是他們最終目的就想把克里米亞半島拿回來 基本上應該是這樣子,如果說今天烏冬可能沒有辦法完全拿回來 情況之下,拿回克里米亞半島應該是一個 特別是南面因為二軍的補給線比較長 所以相對來說可能比較容易 這其實也是美軍內部的建議 因為烏冬的部分其實在這裡已經打非常多年 二軍在這裡不管補給比較近或者是說防守 也比較相對來講比較堅強 那在這個烏南的部分特別是連接克里米亞半島這些所謂的赫爾松也好 扎波羅勒這些如果可以順勢推進的話 克里米亞半島拿下來機會應該是比較大 特別是如果克里米亞大橋也可以把它炸毀的話 二軍等於不及先是全斷 所以等於說看得出來烏军會議這一個部分為主要反攻的重點 當然整個這個反攻的節奏裡面很重要 烏克蘭自己訓練的不管是突擊率也好 兵力的匯整也好 當然最重要的是這個西方國家的軍援 那先前等於說美國又再一次宣布 可能大概將近99億台幣的軍援 等於第36次 那一年以來這個等於累計破照的這個軍援的規模 最新的是說現在 先前美國總統拜登已經公開宣布說 要援助烏克蘭31輛M1的戰車 那在M1坦克先前本來 美方傳出說應該是M1A2 比較新的性能比較強的 不過他們盤整之後認為說恐怕 要進行翻修之後要到年底才能交後 那現在變成說如果要趕在春季反攻 節奏要加快 所以現在改成說先提供給庫存 等於說M1A1的主戰坦克 那到德國的訓練場 讓烏克蘭大概有250名的病例先進駐去訓練 那當然M1坦克它的威力 這個俄羅斯當然非常清楚 所以這個等於說 瓦格納集團的創辦人 這普里克金也談到說 如果到時候遭遇到德國來的那些人 恐怕對他們是很大威脅 那所謂德國來的那些人 當然就是暗指這一批 獲得M1A1坦克 資源的這一些烏克蘭的這個主戰部隊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他面對的 你看瓦格納都怕了嘛 這樣講這種話感覺有點怕了 但是呢 這個俄羅斯可以拿出什麼來應戰呢 我們來看最近這個消息讓大家覺得 這個俄羅斯現在很難打啊 居然是把蘇聯時期 他們有一個叫破擊炮叫死車局 如果你去看很多這個二戰時期的一些 老照片黑白照片的話 你可以看到很多兵啊 他們會圍繞著這個破擊炮 這個死車局 在當年算是很厲害的武器啦 但今年看起來都古蹟吧 但是我們來看這個古董 現在要重新上戰場 有人發現在日本戰場上 已經出現這種蘇聯時期的死車局的破擊炮 又上陣了喔 這又代表了什麼 對 其實你看到 這個俄軍的武器真的打到 已經這個等於說庫存都拿出來動用 先前管是這個T-50 T-50這種所謂蘇聯時代的坦克 現在同樣跟他談到死車局 這一型叫2B-9型的這一個破砲 82毫米口徑的這個破砲 都拿出來使用 其實這也是老古董了 那當然這一型的這個破砲設計 是比較特殊啦 在過去來講 1970年代就已經這一個問世 那當時它有別於西方的破砲 是在於說 它的一個設計 它可以自動裝填 是彈夾裝填 一般的破砲像我們這個 台灣也有的是81破砲 或西方主要的自視破砲 81破砲 藥兩洞破砲 都用砲口直接進彈 那它是從後膛進彈 那中間有個彈夾 所以它的進彈速度相對來講 當年發明的時候超厲害 其實就有點像這個機槍 這樣的一個原理啦 那在破砲來講 其實你看外觀其實是很像流彈砲 那最特殊的是說 破砲本來是驅射武器 它號稱可以拿來直射 屏射就是說它可以裝這個破甲彈 直接攻擊坦克 所以等於號稱它威力 是比一般的破砲要來的強大 不過實際上 你一分鐘要打120發 其實坦白講不卡彈也很難 那這樣的狀況 當然它最重要就是說 為什麼後來會變成是庫存的武器 就是它的精準度 其實相對來講不高 所以你看到 這個二軍的武器強調火力 但是基本上精準度不高 都是屬於亂槍打鳥 那現在拿出來用 也表示說它現在的主戰的裝備 恐怕已經用盡 那比較特殊的是 我們可以講一下 為什麼它是這個82口徑的破砲 西方自治口徑 都是81口徑 那中間差一毫米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當初蘇聯的設計 其實背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想法 就是說 今天如果蘇聯繳獲 西方的81破砲 它的這一個炮彈 基本上就可以用82破砲來發射 也就是說拿到他們的彈藥 它也可以用這個 等於說它的破砲來發射 但是如果西方繳獲蘇聯的彈藥 那口徑比較大就塞不進 對 就不能用 所以這個也是當初它設計 有特別用意的這個地方 當然除了這些蘇聯時期的 這些武器開始上場 登場表示說它的整個後勤 這個補給有非常大的困難 武力 火力 各方面可能都不足的情況之下 那現在連少數已經保留的 所謂的包含像卡五二十升機 那先前也被拍到影片說 居然在打自己的BMP一型的裝甲車 那不過因為那兩輛 被它用反戰車飛彈攻擊的 這兩輛坦克 基本上是已經 報廢在戰場上面 所以外界推測說兩種可能性 一個是它就拿來直接練把用 第二個當然是不希望被烏克蘭繳獲 或變成是烏克蘭的裝甲車 其實在最近戰場上可以看到 其實非常多不只是軍紀問題 其實先前俄羅斯士兵也有喝醉酒 把T7輛坦克直接開到合理的也有 那這一次我們發現 看到還有這一個消息說 俄軍的這個DAL M1型的 這些所謂防空飛彈車 其實這造價非常貴 幾千萬台幣之普 等於說它算是 俄軍裡面比較昂貴的裝備 那現在從拖板車上面居然也可以滑落 這直接傾斜倒在路邊 那等於說戰力 就因為這樣子沒有操控好 等於說完全的喪失 更不要講最近其實還有發生說 在貝爾格羅德州就烏克蘭跟俄羅斯 邊境這個地方 也有蘇山市的這一個戰轟機 又不慎 誤射 那可能是包含像上面的這一個 傳統的炸彈 不小心掉到這個地方 結果還要撤離三千人 變成說不只是說 這一個火力不精準 那其實包含像它的後勤補給線 你看連坦克都運到 都掉到路上 那甚至自己還造成誤射的事件 所以這些非常多的問題也凸顯出 其實俄軍現在士氣應該是相對來說 非常的低落 對 其實士氣很重要 尤其是在這個打仗的時候 現在看到俄軍是荒腔走板的一個表現 那再加上現在烏克蘭 是不是要醞釀一個這個春季的大反攻 我們就來持續的觀察拭目以待了 好 那麼另外一個 我們要看來看到以荒腔走板嗎 我們過去談非常多 中國在近期以來的一些外交的一些動作 大家會覺得 中國現在好像有點不一樣了 現在是不是要修補關係 要重新交朋友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說現在看到中國的外交叫外交喜鹊 過去呢 大家說戰狼外交 但是呢 我們看到從這個習近平 在這個疫情走出來之後開始的出訪 在這個中國境內接待了非常多來訪的一些領袖 大家說現在的中國想要營造一個 才是一個世界領袖 這個要跟大家做朋友 和平大使這樣的一個角色 外交喜鹊 但怎麼來了一隻豬隊友 豬隊友呢 我們看 駐法大使盧沙野 好 那很多人就喜歡用他的名字諧音 說他到處撒野 那這回是不是 好像他又失言了 我們來看他上了一個 法國的一個談話性的節目 那這個談話性的節目 哇 他失言好多方面 他有談到台灣 然後他這麼講 他說台灣的命運呢 是要交給中國人決定 哇 那當然我們台灣人聽起來 就會覺得聽起來很不舒服啊 再來他直接嗆主持人說 你是不是沒念書啊 你歷史課本要不要重新拿起來讀啊 關於過去的毛澤東的一段歷史 他就直接嗆這位法國知名的主持人 然後他又提了 他說克里米亞半島本來就是俄羅斯的啊 這拿回來哪裡錯了呀 然後他甚至還提到說 有很多前蘇聯的一些相關的一些附属國 根本就不是國家 說他們哪有什麼國家主權啊 哇 這詞話一出 歐洲我們特別是這個波羅的海三小國 聽了就很不舒服了 什麼意思 你說我家沒有國家主權 那又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們來看 這一段節目上的訪問 那也不短短的幾十分鐘 但是呢 已經讓中國為了他的發言 哇 惹惱了好多國家呀 大家還記得法國 法國總統馬克宏不是才到了這個中國嗎 相談甚歡 開開心心 我們一起來解決惡務危機 結果呢 這一位大使啊 他一番談話 是不是又讓當初馬克宏跟習近平握握手 這個雙方一番美意啊 全部付諸流水了 到底怎麼回事呢 我們來問問傑民哥 好 當然這個問題出在狀況就是 人家是想說 你是中國駐法國大使嘛 那現在烏二戰爭啦 來談談這烏二戰爭 中方的一個態度啦 那沒想到 這個主持人的問題呢 其實不曉得有沒有先給盧莎也看過 還是主持人是隨意 就是隨心來問喔 讓盧莎也整個人大暴走 我們知道去年的時候 八月份的時候 他就已經曾經在這個媒體上大暴走了嗎 那忍了那麼多年 那麼多一月之後又暴走了 好 當然我們先不談喔 他對台灣的看法 不過他有個內容倒蠻精彩的 因為主持人就問他一句話說 你們為什麼要去圍台灣啊 他竟然這麼說 他說沒有我們是被欺負的一端 是台獨分子結合西方國家 來欺負我們的主權 我們只是被迫來捍衛的 好這主持人就已經 你怎麼會有這個言論 因為這是已經超過我們的想像嘛 接下來他第二句 那主持人就繼續問一下 問他有關毛澤東的事情嗎 他說毛澤東當時為了統一整個中國 屠殺了百萬人以上 當然歷史上的數字 比這個數字多啦 這個主持人算客氣了 那理論上 其實你這個駐中大使也可以談 其實以前法國大革命 也死掉很多人 你可以這樣講 他不是 他說你是沒有念過書嗎 你沒有讀過歷史嗎 當著大家的這個螢幕上面 直接翻臉罵主持人 好 這個也就算主持人 跟他之間的關係 那也就算了 但下面這句話可就是大問題了 他又說 他就問一句話說 那你對於這個侵略 俄羅斯占領克里米亞這件事情 你的看法是如何 這個俄羅斯是不是應該把克里米亞 還給烏克蘭呢 好 那這句話當然你也可以用非常 這個是他們雙方要討論的議題 我們知識和平 你可以用官方那一道說法 我們都知道官方最喜歡講這句話 他不是 他單刀直入 他說蘇聯以前佔領的這些國家 沒有國格 在國際法裡面是不被承認的 這句話一講爆僵了 你知道第一個先惹毛 就是波羅地亞三小國 因為他們之前就被佔領過 所以納托維亞的外長 叫尼克維奇斯 直接說一句話 他講得很重 他說的話就是 我們說盧莎也說的話是 虛假而且是錯誤解讀 這個算文雅的 你知道蘭斯伯傑斯就非常支持台灣的一個 他直接單挑 他說這擺在全世界你能相信嗎 中國會幫忙烏克蘭的和平而努力嗎 好 但是問題來了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他講這句話其實惹毛的不是只有那 曾經被佔領的14個國家 是引發的包括捷克波蘭那些國家 當時被俄羅斯在關到鐵幕那段 那個歷史 所以這件事的歐盟 所以他講這個話大家絕不理解的是 因為其實有些國家是中國的邦交國 他現在質疑人家的國家主權 所以他嚴重失言了吧 是啊 沒錯 基本上我們現在波羅地海這三個國家 基本上都是有跟中國建交 事實上俄羅斯過去這些 包括白俄羅斯這些國家 也都是有跟中國建交的 結果你竟然說 那代表說中國建交是虛偽 是假的嗎 好了 當然因為他的 尤其對主持人的發言非常的不客氣 現在最新的發展情勢是 最倒楣的是誰 又是法國的外交部了 你知道法國外交部之前很困難 一方面我們知道馬克宏去中國握了手 然後說一些就是台灣之類的問題有沒有 當時大家已經對馬克宏 非常的不諒解 這個法國總統 很快就說沒問題了 這個法國的態度沒有改變 原以為這個風聲 這個事件到這邊結束了 現在又來了這個如沙野 那回來一件事 那你外交部要不要驅離他 因為現在已經80名一個議員 要求外交部要把他驅離 你知道波羅地海三個小國 他們也生氣 馬上交這些所謂的 因為你說我們不是國格 那你們這些駐我們大使怎麼樣 把這些大使找過來 就中國駐這些波羅地海的大使 找過來說 你要跟我解決這些事情 但是事實上我們要這麼說一句話 其實恐怕傷腦筋的是習近平 因為習近平這段時間 希望透過法國這個破口 能夠跟歐洲重新維持一個經貿往來 但是如果如沙野這句話的時候 是不是也表示一件事情是 習近平要吞了還是不吞這句話 那也就是說到底這個戰狼 他個性改變了沒有 如果這個個性不改變 你引發整個歐盟的一個憤怒 那未來對中國經貿情勢又怎麼樣呢 所以話說回來 這個如沙野不是第一次這樣的犯錯 但是看起來中國對他好像也沒有什麼意見 但我認為這件事情可大條了 因為他這是在俄物戰爭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刀口上撒鹽 問題恐怕更嚴重 對 所以很多人說這件事情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觀察呢 當然目前在這個中國的輿論 有人是覺得他說的好 有人覺得他其實也講的不太對 所以其實中國內部對於這件事情 其實現在看起來看法還是兩極 所以這件事情怎麼觀察 有人講你要觀察他接下來的官圖 有一說你看 如果你這個在任內做錯事 你可能像之前的外交的戰狼發言人趙立堅 可能就被調到一個冷單位 那如果大家覺得你做得很好 你可能就會像秦剛一樣 現在可以高升變成了外交的部長 所以到底這位我們看到這位撒野先生 這個盧撒野先生 到底接下來他會怎麼調動他的職務 就是觀察到底他這一番談話 現在北京怎麼看他了 好不過提到中國 我們繼續要帶你來看看 你看最近有所謂的入滑風波 而且一連兩莊 那兩莊怎麼觀察呢 首先我們來看在上海車展 上海車展當中 大家知道有很多新的車輛的黑科技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看頭 但最近我們看到這個BMW旗下的mini 這樣的一個攤位 也是要展現他們的新車款 然後什麼樣的新科技 結果攤位來送你一個冰淇淋 但問題這個冰淇淋大小眼 如果你是外國面孔的話 他就送你一個冰淇淋 嚐一嚐美味 然後順便欣賞一下我們新車 但如果你是中國人 當地人 冰淇淋不好意思 沒有給你吃的意思 所以他說什麼意思 從洋媚外 甚至還延燒到 很多人說 那以後我要抵制 我不買mini 不買BMW 有些老闆很氣 說員工你有開BMW 是不是你給我賣掉 不然就給我離職 這麼嚴重 另外一個我們看到這個Dill Dill的一個廣告 他彩妝廣告 然後你看那個照片 他把人的眼尾往上提了 於是你看這個拉眼角的動作 以前在歐美 大家覺得那叫做歧視亞裔 因為亞裔通常奉眼 所以他覺得你這樣拉 你又在歧視亞裔人士了 也很不開心 那現在就趕快看看這個Dill 要怎麼樣消敏一下 這樣的一個爭議了 那這樣的一個事件 你怎麼看呢 陳彥 因為BMW最近的股價是 大概市值蒸發了 大概1000億台幣 整個這幾天這樣股價 也修正了快百分之五 跟這個事件有沒有關係 肯定有關係 然後包括Dill所屬的是 LOV集團 事件發生其實就去年 其實就已經有一個事件 等一下我會解釋 確實也給他們的銷售業績 帶來一些些影響 所以現在發現說 對BMW也好 對Dill也好 他們現在在中國做生意 有很多的小細節 一旦你沒有仔細的掌控好 會不會變成一個公關危機 因為畢竟這個地方市場這麼大 大家都想要做他的生意 13億 14億人口對不對 但是似乎好像一個點沒有掌握好 突然之間就蔓延開來 因為這次上海車展 原本主辦單位是想說 一個很貼心的一個小舉動 畢竟現在天氣變稍微比較熱了 所以你來我的攤位 到我這個BMW MINI這個攤位來 就MINI Cooper這個車子 這屬於BMW集團了 那你來我就送一個冰淇淋給你吃 但是這中間 當然不知道發生什麼樣的誤會 還是說這個兩個年輕的工作人員 變成是說先有一個中國的民眾 他去問 他就說沒有了 沒有冰淇淋了 可是接著一個外國人過來 那變成是說有 他就把不但拿冰淇淋給他 甚至很熱情的網友的說法 然後我看影片 其實就很單純的一個動作 就把冰淇淋地給外國人 然後幫他打開 然後網友就說很熱情什麼什麼的 那當然就周邊的民眾又看到說 所以是有冰淇淋對不對 那又上去問了 那問的結果還是一樣的答覆 是沒有的 這個時候周邊的群眾以及這個民眾 就突然之間就炸鍋了嘛 就說奇怪 不是說來攤位有冰淇淋 那怎麼樣我們中國人問就沒有 那你外國人問就有 這個是不是一個歧視還是如何如何 這不光是在中國 如果在台灣發生這樣的狀況 是我們也不高興嘛 對 那當然不高興是一回事 那當然這當中很快的 中國的車技就馬上趁熱度了 怎麼趁熱度 來我的攤位我們有冰淇淋啦 他們不給你吃是不是 我們來吃我們的冰淇淋 他不給你是不是 我們有啊 因為其實車商很喜歡送冰淇淋 台灣其實很多車商 你去他們那邊看車 他也都會請吃冰淇淋 那這下當然事情就越影越烈了嘛 對不對 就說別人為什麼這個中國車技 當然拿到這個點就開始放大了嘛 對不對 那你知道網路時代 社群時代很多訊息 一出去就不得了 那甚至這個有二手車商 也要趁這個熱度啊 趕快在網路上 砸那個迷你的車子啊 球棒啊狂K啊 然後健烈欣喜了 健烈欣喜嘛 然後趁熱度嘛 因為這時候點擊一定會快速的衝高嘛 可是這樣子一下子引發了 開mini車主心理不安全嘛 他馬上甚至有網友直接PO出來說 我是開這個車 但是我有準備冰淇淋 你不用擔心 你不要砸我的車 你不要砸我的車等等 當然B&W第一 為什麼我講公關危機 第一時間 當然他出了 就說是員工失職 但是他說這個外籍人士是同事 影片上面好像看到 是有一個識別症 但是問題是就是說 整體來講 其實網友是不買單的 那我覺得更麻煩的事情是什麼 馬上又有中國的企業 好像跟新能源有關 太陽能的 他馬上跳出來又拍影片 那也有記者去採訪 他們的員工說 因為他們公司說 只要你是開B&W的車 你馬上給我賣掉 那如果你去買紅旗的車子 我再補助你兩萬 那如果你一個月內 沒有處理的話 我把你開除 其實這其實產生兩個問題 第一個說實在確實是趁熱度 也沒有必要 就是這麼over的動作對不對 第二個其實也違法 然後員工要開什麼車 你這是那種強制的這種要求 當然後來又去問 他們公司的高階屬款 又說沒這回事 所以你會發現 就是說整件事情 確實引發了很大的波然 那未來B&W要怎麼收拾這個殘局 我覺得他們的公關人員 勢必要傷勞金 那當然另外一個就是 馬上大家又探討另外一個 蒂友 因為最近蒂友的一個 廣告的一個圖片 就是說那個模特爾 他把這個眼角往後拉 變成好像鳳腳 那據說 因為國際慣例是說 這樣好像這個動作 似乎有一種歧視亞裔這樣 但實際上我們要特別說明一下 像蒂友其實他們對於生耕 這一個中國這個市場 是不餘餘力 也開了非常多的點 那我相信應該不是刻意 或者說有意的一個歧視 為什麼 其實在歐美他們很喜歡 鳳雲的女生 對 像剛才你不是也講到 他們最近的代言人是 他們的代言人是 BLACKPINK的這個 基壽嘛 對 智秀 紫術嘛 智秀 智秀 其實也是漂亮 非常漂亮 其實大部分他們覺得 美麗的亞洲女性 其實眼睛都是比較細長 所以實際上我認為 他是要凸顯這個美 還是 但是會不會 為什麼會導致這樣的一個誤會 當然Dil也很快的把這個 這叫做拍馬屁拍到馬腳上 對 就拍錯了嘛 就是說不懂我 不懂這個亞洲的文化 或者是什麼 那我當然 因為之前也有一個是 他們設計的一個服裝是 超級明清時代 疑似 這個馬面群 那也引發了很大的增影 他們又很快的下降 所以你會發現說 現在外資企業 在現階段要經營中國市場 這個當下 似乎對於很多的細節 要掌握度高一點 不然一下引起公安危機 好像對業績也好 對股價也好 都帶來很大衝擊 對 所以這個 剛剛陳妍講一句話 非常有道理 就是你要到這個市場做生意 你首先了解這個市場文化嘛 所以弄不清楚 現在這個嚴重的公關危機 看怎麼收拾 無論怎麼收拾 再怎麼圓 可能都已經造成了一定的傷害了 這個我們看到 這是最近的一些 入華的風波了 不過繼續我們要帶來看到 最近很多的一些國際間的大產業 都覺得要中國加一 在中美的大國博弈的底下 怎麼要尋出路 他們要到中國以外的地方 去找另外一個生產基地 現在這麼做的 不僅僅是所謂的外國企業 連中國自己的企業 也在做同樣的事情 據說有非常多的中國企業 也離開中國 他可能他的生產基地 還留在中國 但是他要到其他的地方 再另外再設一個預備的地點 那這個地點可能他有其他用途 從這個地方出貨 可能不影響他的一些訂單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中氣最近也有出海的一些浪潮 哪些中國的企業 趕快到中國以外的地方 去找生產基地了呢 珍威 對啊 其實至於你剛剛講的 我心裡有很大的感觸 其實以前過去大概在四五年左右 很多人覺得美中貿易戰 真的為了選邊站 解了討莫內秀 只有台商 美國 其實錯了 不只是他們現在要外逃中國大陸 連包括中國企業 自己本身都在趕著要外逃 很多人覺得 這怎麼有可能 中國不是一個世界工廠嗎 我跟你講 中國世界工廠這個地位 要天遙地動了 因為現在美中貿易戰 我相信已經進入了第二波 什麼叫做第二波 剛開始當然就是歐美台商 但是接下來就是中氣 為什麼呢 你敢嗎 如果你是中國企業 怎麼不敢 如果為了求生存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如果 至於 你是你的主要的訂單 來自於歐美大廠 你來自於庫克 你來自於歐洲 你要不要跟著走 第二件事情 在這裡面 我覺得我們很多投資觀眾 忽略了一件事情 在中國裡面 有很多都是合資企業 你在整個的供應鏈裡面 其實有很多都是合資企業 包括像是有杭州 所謂第一應用材料 各位 他要不要跟著走 如果你不跟著走的時候 你萬一被列入美國黑名單 未來誰是吃不了兜的走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還加上人工 如果你的人家的人口紅利 真的工資只有你五分之一 你跟不跟著走 所以我只能說 這個真的是一個所謂天耀地動 具體的數據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 現在很多的企業 現在中國也有外潤 以前都是外資外潤 現在中國也要外潤 而且還有幾種手法 我們講真正的數據 它現在主要有六個國家 第一個國家當然是印度 印度還有第二個孟加拉 還有哪裡呢 泰國你能想像的 泰國還有越南 包括墨西哥 還有遠在歐洲的波蘭 為什麼是這幾個地方 我跟你講 我們跟大家說分明 第一件事情 它真的是跟著整體的 比如說未來的 包括電動車各方面 還有手機 各方面你都要跟著移動 比如說為什麼是印度 我跟你講 真正定位世界中國的 是不是世界工廠 說不定有可能會遇到一個人 他來做定奪 那個人叫做庫克 最近至於你有看到 庫克是不是去了印度 他是不是直接講 未來他的蘋果供應鏈 很可能從中國製造 未來變成印度製造 這就天咬地動了 你看我們國內最近電子五個 是不是真的早就已經跟著走 甚至包括他們的力訊 我問你是力訊 你跟不跟著去印度製造 在這裡面除了他們 像OPPO 像是Vivo 連他們的汽車的產業 像上記都跟著去印度了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還有我們剛剛有提過 孟加拉 大家覺得很陌生 不是一個很窮苦的地方 輪得到孟加拉 中國企業去哪裡 搞什麼把戲 我跟你講 他當地的工人 我們講一個中央的公司 大家一定要記在心裡 因為老闆總是要精打細算 你知道孟加拉 他不僅是一個服裝大國 他裡面的工人工資 只有120塊美金 這叫做什麼意思 你知道在廣州一個工人 大概是670塊美金 相當於台幣大概是2萬塊 你只要孟加拉工人 用一個工人 他的平均工資 不到你廣州的五分之一 請問10美金是一個月 一個月 各位 你是老闆 你是中國的老闆 你走不走 這是第二件事情 像是大家有群聚效益 比如說像是泰國 泰國有很多日本的廠商 也都去了 包括汽車電子 各方面你去 你自己本身 中國的廠商 你去或不去 包括越南 像是在越南更不用說 現在人家很好奇 你說這個印度 墨西哥 今天要給 各位 你知道所謂的削減法案 不是有個通膨削減法案 你知道這裡面擋很多人 主要擋的就是中國 在這裡面 如果你想要打入 美國的汽車供應鏈 特別是包括電動車 第一件事情 你的這個生產線 要嘛你就要在墨西哥 要嘛你就要從加拿大上來 所以在這裡面 你知道誰落跑了 寧德時代 我跟你講 寧德時代不是很多人講說是習大大 非常一手清典的寧德時代 他照樣包裝 而且還現在還有個中創新航 大家都特別搞怪 弄了一個所謂的外國的名聲 其實跟著特斯拉走 跟著馬斯克走了 好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是 目前在中國有很多的一些企業 現在也到海外去求發展 可能他的一些上下游廠商都離開了 可能他也得要到國外去了 目前中企出海的一個狀況 過去幾年你看到中國北京當局 是鼓勵他們的中企往外去發展 鼓勵他們飄洋過海 但是如今呢 當中國自己的經濟呢 可能呈現了一些往前推 好像有一點努力推不動的狀況底下 現在的氛圍好像反倒是希望 這些中企留在中國大陸本土來發展了 那到底接下來還會有什麼樣的一個 不一樣的北京當局的態度呢 我們再來觀察 歡迎回來我們要趕緊帶您來看一看 這個台積電 這個ADR呢 在上週實在表現實在是差強人意了 台積電的法說 不管你怎麼來觀察 用哪個面向來看 好像沒有像以前那麼樣超棒 但是呢 我們來看八龍金融週刊 直接講了 他認為未來幾年台積電營收 還是會非常強勁 所以他特別這樣講 如果你是科技投資人 台積電應該會是你的核心持股 而且呢 他還直接給了一個目標價 給大家一個參考值 ADR呢 這個台積電ADR 大概呢 在上週收盤價是85塊錢美金 然後八龍週刊說 目標價在110美元 請你長期持有 好 八龍週刊到底看到什麼 對台積電如此有信心呢 陳彥 那上個禮拜五 當然大家對台積電的一個疑慮 其實還是很多 所以你看上禮拜五是跌了比較慘 跌了4.3 這ADR的一個部分 那可是今天其實整體開盤的情況 還有台積電的表現 並沒有延續美股ADR的一個狀況 不過也確實盤中也打到了 今年的最低價504 這個是農曆年回來 每次逢504就有買盤 504就有買盤 那農曆年前的高點也是504 所以代表這裡還是有一定 比較大的一個認同度 就是說這個價格 大家其實是願意承接的 那為什麼今天台積電 沒有延續上禮拜五 因為照道理今天的跌幅 即便不要說到4.3 按照過去的慣例 跌個1%2% 應該也是有可能的 大家都覺得ADR的價錢 這個其實蠻有參考價值的 對 它都跌了 我們應該要跌一下 一定會跟著反應 但是看起來沒有這麼糟糕 其實八龍的這個看法 其實有一定的一個幫助 為什麼 因為八龍是說 就目前全球來講 你真的有能力做10奈米以下 我們講先進製程晶片的 反正就三家 台積電 三星跟Intel 那你這三家當中 你怎麼看 當然他沒有說台積電一定是最好 但是他說在這當中 有能力又能夠做出來 而且未來的需求這麼強大 那當然台積電還是非常重要 而且它的整個技術 還是遠遠領先所有的競爭對手 這我們在節目上也有討論過 所以他還是把它列為核心事故 而且他說複合成長率5到10% 他給了一個目標價110美金 如果按照換算成 這個ADR跟台股的比例 然後換算成台幣以後 大概是660塊 那660塊你按照目前 大概510塊 大概150 大概三成左右的一個空間 當然這通常是一個 比較長線的一個思維 但是問題是上禮拜 為什麼大家對他的看法 在法說會回來其實並沒有大幅度的修正 反而隔了幾天以後是怎麼樣 哪根筋不對突然想到是不是 我覺得跟法說會之後 有很多的評論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法說會之後 大家第一個認為說 譬如你美國的部分 你投資了400億 那現在150億的補貼 你到底要不要拿 因為就市場的訊息 台積電的態度是還在考慮當中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要拿這個錢 現在景氣是往下修的 我付了這麼多 好不容易做到那個業績 超過的你要跟我分 這個我覺得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最重要是你的營業秘密 你的業績 你的客戶 你的預估的價格 等等的資料要交出去 這個對台積電來講 交給你政府會不會 變成最後大家都知道這些細節 這個是一個問題 所以真的拿不到這150億 那前面投了400億 坦白講這個損失是大了 那另外一個大家看到的 另外一個點是 目前整體半導體業 不是台積電本身自己的 存貨周轉天數 是整個半導體業 是132天 比平均的85天高很多 所以代表他的客戶 目前存貨銷售的狀況 並不理想 市場上消費還是很疲弱 台積電自己的存貨沒那麼嚴重 但問題是他的客戶很嚴重 所以未來是不是能夠順利的擺脫 存貨的周轉周期 然後從第三季 甚至第四季能夠開始起飛 這個是大家的疑慮 這是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是資本支出 因為這個點連入行資都覺得 因為入行資算在台積電分析上面 一直有一定的一個地位 所以我們還是得聽聽他的說法 因為我們是覺得說 沒有調降資本支出不錯 對不對 那他就說 為什麼你營收的預估下滑了 你資本支出可以不用往下調 當然台積電有他的說法 因為當現場有人問 有外資分析師問 那台積電還說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當然不調幾個原因 一旦我調降了 我是不是要減少 我下給ASMO的訂單 那未來我真的要訂單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重新排隊 那這樣不行 他不願意 再來第二個 他們認為第三季之後 客戶的訂單會回來 所以客戶的訂單一旦回來 我的產能控協沒辦法補上 我是不是又少賺了 那再來實際上 佔他44%的是HPC跟AI這一塊 他還是看好 他也不覺得說 有什麼調整的必要 那當然陸奇思補一槍 他說以前張忠謀在的時候 不會這樣 你說像預估好了 營業的下滑 早在第一季你就可以估出來了 為什麼第二季才講 整整比我們外資分析師還慢 因為我們都你孤到跟我們孤到是一樣 你沒有領先 那你們現在好像都只是為了數字 為了美化這些期許對不對 沒有真正的告訴我們 應該講的事情 我覺得是這一番的評論 給台積電 又後面狠狠的踹了一腳 但是整體 價錢還滑下去了 對 但是整體來講 我還是覺得說 如果為第三季 第四季 萬一整體的市場產業回溫的話 應該還是有機會回升 對 所以我們看到了 這個台積電的一個法說 當然各家可以有各家看的角度跟方法 但是我們今天特別帶你看八龍週刊 因為它是一個世界上 關於金融面 關於產業面 其實是非常權威的一個週刊 所以特別告訴你 他的一個評論是這樣 他認為台積電還是應該是 科技投資人的核心持股這一點 甚至給了一個未來的展望目標 而且給的距離現在的股價 大概還有三成左右的空間 他是持續看好台積電的 另外一家公司 今天帶你來看Tesla Tesla又是怎麼回事 Tesla我們看到最近利空罩頂 但最近的股價也是崩崩崩跌下來 然後很多人形容說 馬斯克心情也炸了 大家知道 馬斯克當然其下很多公司 Tesla當然 Tesla最近不斷的降價 所以大家對它有疑慮 但是關於馬斯克另外他的SpaceX 火箭是成功升空了 但是在空中爆炸了 於是大家說Tesla股價 該不會也炸過了吧 該不會就此開始就像炸成灰燼一般 有這麼恐怖嗎 但還是有人挺他 趕快來問問傑明哥 你怎麼看這個Tesla 好 當然Tesla這一次 我應該說馬斯克真的心情很不入 那不入當然原因是 因為我們都知道它未來的趨勢 是在這個Space裡面的股價 沒有機會賺到錢 它硬生生飛上去四分鐘 直接在大家面前炸掉 你知道炸掉只是開始 接下來我們說的 美國的聯邦航空總署 就是說你短時間不准你再發射了 飛向火星可是馬斯克心中 最想要做的事情 而且飛向火星之後 馬斯克的Space股價 還會漲到什麼天文數字 這也是很關鍵 好 你說這個國家的單位 發表看法也就罷了 你知道嗎 民間環保人士也有說話 你炸完之後 那些東西掉在地上 多少野生動物 是民眾的安全都有問題 你給我注意 好了 這樣子看起來 馬斯克是不是臉很綠 好 當然就在這個當下 股票這一段時間跌的 真的是眼淚都流出來 只光上一週就跌掉了 將近11個百分點 一天跌到9.98個百分點 市值直接縮水了 556億美金 他個人也縮水了 131億美金 這件事情就很奇妙了 明明炸掉了 是SpaceX的火箭 那跌Tesla跌什麼意思 跌它的原因 等我們來好好談 因為它最近 實在遇到太多事情 我們先把Tesla的事情 先放後面 我們先看馬斯克 到底最近遇到什麼樣的困擾 好 我們剛才講 SpaceX炸掉了 這件事 他的火星夢又開始挫折 好 不如你買一下Twitter Twitter最近 我們說廣告商 又陸續有點回來的時候 馬斯克突然做一件事情 因為你知道 你要申請個藍勾勾 是8塊美金 有人想說 我是總統 或我是紐約的地鐵 你跟我說是8塊美金 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他就說我們不收 但是你要給我藍勾勾 結果馬斯克為了營收 你知道他很在乎這個錢 他就說一句話 不給錢 沒有藍勾勾 結果你知道 包括總統候選人 什麼喊不讓黨一大約人 拜登的藍勾勾 也被他取消了 沒錯 那情況下 他被取消完之後 你就不知道到底 這個人是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誰都可以假冒 這個紐約地鐵 誰都可以假冒總統 對 拜登都可以假冒 這事情可大條了 所以很多的投資人 就說一句話說 就是Twitter的投資人 就說馬斯克 你好好的給我注意今天事情 好 那我們說的是Twitter 但是你知道嗎 更傳出一件讓人家覺得 匪夷所思的事情是 你賣那麼多車子 在理論上 你的庫存應該減少 就被爆出來 他庫存增加143.8億美金 還有一些拖欠貨款的金額 是到73.2億美金 坦白講這些錢 對於特斯拉營收來說 並不是大錢 但你竟然會有庫存 這是怎麼回事 你到底是怎麼調你的料 好 就在當下一個殺手又來 你知道在美國最重複的 就是工作人權 馬上被爆出來 你知道爆出來的內容 驚悚 包括阻攔工會 摳客薪資 還有不安全的工作環境 還有性騷擾 這個也有 天啊 這太誇張了 因為馬斯克本來 對於法律這種事情 他就不是很在乎 所以你看勞工也出問題了 Twitter也出問題 Specs也出問題 存貨也出的問題 然後記下來重點事情是 結果你降價的毛利率也殺下去了 而且人家傳出來一句話是 事實上馬斯克最近的汽車產量 遠高於他的需求 所以你將來會不會降更多 你將來毛利率會變多少 所以這一殺 其實連連帶的其他汽車公司 也莫名其妙遭到遲餘之殃 不過我覺得最致命的部分 是有分析認為說 因為今年的產況不好 那麼可能整個股價 會往下跌的一個狀況 其中最狠的就是小摩 摩根大通 一口氣把他目標價 原本目標價就不高了 120塊美金 現在是160塊美金 他再把他殺到115塊美金 然後高盛是比較看好的 是230塊美金 不過這都不夠狠 最狠的是這個New Construct New Construct的執行長 直接說一句話 他沒有希望 你背後 他說Tesla只值28塊錢美元 他說你的成長根本就跟你預期不符合 將來你的銷售數量不見得會得 這28塊美元 大家回到差不多傳統車廠 差不多那個地方 當然也有人替他戰身 當然一定是物資 物資 他就說一句話說 你知道那天大跌的時候 禮拜四大跌 他一口氣衝進去買了25.6萬股 最支持他 他說了一句話說 我看好Tesla 2000塊美金 空投市場1400塊美金 他是最樂觀的 他裡有一件事情 你不能只能看他硬體 硬體最後占他的比例不是很高 然後看的是軟體 他提出一個數字 他說將來無人載運 這部分的市場很大 高達1兆美金 以現在來說 Tesla的市占率高 他的data會比別人多 所以加上在這1兆美金裡面 他一定會發光發熱 而這部分的利潤相當驚人 你到底相信誰 但是說真的 幸好禮拜五的股票有上漲 可是我認為一件事情 Twitter的問題恐怕很難解決 Space的問題也很難解決 還有一件事情 如果外資都看壞他的股票 那麼我要問一下 特斯拉的馬斯克 該何去何從 對 所以最近對於馬斯克來講 多事之秋 那他的Tesla的股價 能不能就此穩住 這個我們看女股神 是非常看好他的 認為接下來 即便他沒有利潤在賣Tesla 他背後的大數據 可能也可以支撐他 那到底他的預言會不會成真 我們就來觀察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來 我們要持續帶您來關心的是美國 我們看到之前美國銀行的風暴 現在是不是稍稍 好像淡掉了一些 但是呢 是不是有一個未爆彈正在意料 美國的地產也有爆雷危機嗎 我們休息一下稍稍忙回來 歡迎來到我們要帶大家來看看 美國的地產是不是也出現了新的地雷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看富國銀行他公布了 他說去年12月份以來 不良房貸爆充了將近五成左右 我們看到了這個房貸付出來 這些所謂的這些壞資產的狀況 是不是很嚴重 那於是呢 因為看到了商業地產的一個危機點 所以有好多銀行 現在已經開始默默的 把他們準備要拿來當呆帳的一些 存款的一些準備金 整個比例都已經拉高了 就為了以後這所謂的不良房貸 是不是來預作準備 這很嚴重嗎 會不會讓你聯想到當年的次貸風暴呢 我們趕快問問你老師 這很嚴重嗎 這個有點嚴重 但是還不到所謂產生次貸風暴 這樣的系統危機 那麼當然這個Morgan Stanley 或者Economics都有做過一些分析 我先講一下 那我們知道3月呢 大家都知道在西岸矽谷銀行 發生了這個所謂擠兌問題 就是SVB 東岸有Signature Bank 簽名銀行也發生了問題 他們都有所謂的 資金短缺流動性的問題 他們主要是目標客戶群 一個是新創公司 一個就是 它是一個加密貨幣友好銀行所產生的 因為它的放貸端產生問題 這一次整個是全美國性的 也就是房貸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要買房子 所以整個房貸出問題的時候 很多銀行就出問題 那麼富國銀行 富國銀行它的資產 大概是SVB的10倍左右 算是一個還蠻有指標性的 所以在金融海嘯的時候 很多經濟專家也就用富國銀行做過一些未來景氣的分析 這一次它爆衝的一個數字就是三個月短短的時間 很可怕它爆衝了所謂的50%的不良債務 這個就是環幕出房貸的對不對 環幕出房貸的 對 它主要是房貸 因為它的木曜客戶型房貸蠻重要的 這裡面總共是15億美元 這時候當然你就必須要做一些所謂的 呆帳的提存 就是我們所謂的準備金 我們在銀行都知道 當然因為你一定要預警未來 所以大家就開始做未雨綢繆的動作 也就是晴天開始除糧了 所以你各位也看到 阿根薩斯這個州有個BANK OZK 第一季就是它的不動產準備金 馬上就提高了10% 這個也是為了應付所謂的房貸 可能會產生的下一波的危機 那麼這個10%大概有3600萬 也不是一個小數字 都是美元 好 這個問題從哪來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從商業駐辦來的 不是 商業這個貸款 因為商業的房務貸款 實際上它並不是那麼的大 它在小型銀行是大概40% 在大型銀行13% 可是重點是因為這幾年發生COVID-19 或者說數位時代 數位經濟的時候 大家都居家上班 實際上真正需要到商辦去出租 用直接的實體電商 慢慢都變少了 這個時候他們當然就會虧損 第二個當然更重要的就是 看來都是通膨惹的貨 當然FED就是作手 因為把利息不斷升高 各位看一下從2022年到現在 升了19次 從1% 2% 1碼 2碼 3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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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碼 1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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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一下到了漲了4.75% 這樣子的狀況 讓所有的很多的代行戶 根本付不出錢 才會這樣暴衝 所以這個問題非常清楚 加州有一個非常 就是美國第二大的養老經驗 是對所有的老師 就是California的教師群的 這個Pension Bank 它投資長就說 現在商辦非常嚴重 它跌損有20% 就是他們的虧損20% 可是你知道Green Street 有一個商辦分析公司說 現在美國在商辦房地產 其實跌了25%更嚴重 好 現在回來要講到 到底會不會暴雷 也就是產生這邊寫的 27年金融危機 當然我們都知道 從次貸2005 06 到了2007次貸 這個金融危機 到了真的28009月15號 幾波的所謂衝擊到 所謂的海嘯 那件事情 我必須說明 那個是純粹系統風險 因為它發行的CDO系列 是蔓引到全世界 所有的鯉磚都在賣 這一次沒有系統風險 所以它完全就不是系統風險 我必須說 所以它的風險 就僅限於部分的銀行 我們之前講過SVB 它主要是它的目標群客戶 這都是屬於的個別風險 所以我們在財務學院講 個別風險不會衝擊到全市場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好像身體有一個地方 長一個什麼包 他覺得會不會是腫瘤 會不會是惡性腫瘤 會有這種感覺 但是的確房地產 蔓延到全國性的比較大 但是也不用擔心 它這邊有分析 經濟權也有分析 除了我覺得我看到Morgan Stanley 講的說它有風險 但是沒有危機 但銀行會有壓力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因為還有一個就是 它資金可不可控 其實這個東西是 它稍微不可控 是因為景氣開始有衰退 可是整體來講是可控的 而且它的整個資金流 是足夠的在目前 還經濟權也講到 最高的情況它發生 但是影響其實是有